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历经今天在新竹举行股东会 可以看到吸引了不少小股民前来支持 甚至呢有人连坐轮椅都要出席 就是因为相当关注公司的营运状况 那历经呢 今年预计发仿现金鼓励 每股1.2块钱 加上股票鼓励每股0.5元 不过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呢 是股民不太满意这样的幅度 希望公司能再加码 而今年刚好碰上董监改选自救会的成员呢 也希望能搜集大家的经营权 争取一席进入董事会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股民的访问 纯粹如果做经营代工 抛开了以前的那种记忆体大厂 这样子做低润厂的话 那整个在市场上享受的那个本益比 可以跟可能跟世界先进 或者是跟那个台积电目前 可以做个互相比较这样子 这一次就是回馈给股东的纪念品的内容 400块啊 礼券吧 至少这样台面上比起来是 还算有蛮有诚意的啦 好的 透过稍早访问呢 可以看到不少股民还是对 力金公司呢相当有信心 尤其是认为呢感受到公司的满满诚意 像是今年的股东会纪念品 就发放了400块的超商礼券 股民呢也很期待呢 在2020年公司呢 重新上市找出更亮眼的成绩单 那以上是力金的最新情况 把现场还给棚内